今天晚上入夜之后 温度还会再稍微下降一些 到了明天的时候 因为有另外一股的水气 也就是华南云雨区 在下半天的时候会冬雨进来 所以届时天气会转得比今天还会湿冷一些 那温度来讲的话 就是北部东北部地区 可能会下降到只有13 14度的低温 比起昨天感觉明显转凉 大家纷纷穿起外套 受到大陆冷气团加上华南云雨区影响 明天会是雪气最多的一天 要等到周六气温才会明显回暖 高温可以来到25度以上 恢复跟过年期间一样的好天气 但是维持不到两天 下星期又要变冷 至于中南部地区降温降幅不大 偶尔会有零星飘雨的几率 由于时序逐渐进入春天 气象局表示天气的变动会比较大 这个时候别感冒了